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中共的战狼外交最近遭遇八国聚集 中共对人类发动病毒战 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危害 但是中共丝毫没有反省,没有检讨 反而更加嚣张,更加跋扈 尤其是他们的外交使团 在世界各地嫌弃仇恨 制造对立 给所在国的华人华侨带来了巨大的困扰 实际上一个全球性的排华浪潮正在酝酿之中 而且我们这些身在国外的中国人 可能都会受到危害 所以直接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中共暴政 来到自由世界 但是没想到第一,中共病毒缠着我们不放 第二呢,中共呢,蓄意与人类为敌 因为我们毕竟长了一副中国面孔 讲了中国话 所以呢,我们将来很有可能 也成为一种牺牲品 就是说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说受到连累 受到这个伤害 在美国的这个华人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 现在实际上都是心惊胆战地注视着这一切 其实我们也应该反省 我们是不是花了足够的精力 来揭露、打击、遏制中共 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遏制打击的话 那么中国未来只有接受八国联军的新的占领和管理 否则的话 不仅整个中国的状况越来越糟糕 整个人类都会处在危险之中 因为中共的行为是没有止境的 这个瑞典的这个贵从友呢 这段时间来发表了很多谬论 后来呢,被瑞典政府召见以后呢 才老实一点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崔天凯 也因为中国政府 这个诬陷美国 才是这个冠状病毒的发源地 所以说呢,遭到美国政府的训斥 还有法国的卢沙也 因为中共呢,简直在这个全世界到处放来 一会儿说是这个病毒来自美国 一会儿说来自意大利 一会儿又说来自法国 所以法国政府也对它进行了这个强烈的训斥 甚至在哈萨克斯坦的大使张肖 还有哥鲁基亚的这个大使李延 也遭到所在国政府的训斥 就是因为他们的极其离奇的言论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陈敬业 最近也是胡说八道一起 威胁这个澳大利亚 不要再停止独立调查这个新冠病毒的来龙去脉 还有印尼的这个肖谦这个大使 也遭到印尼政府的训斥 甚至尼日利亚的这个大使周平创 都遭到这个所在国政府的训斥 因为他们对的尼日利亚公民不够尊重 因为在尼日利亚人眼里 这个中国是一个劣等国家 就是说呢 你怎么能够随随便便虐待 或者说呢 藐视他们这个尼日利亚的这个黑人呢 所以中共的这个战狼脉调呢 在全世界范围里不仅遭到抵制 而且遭到狙击 这就让人想起一句话 就是说呢 这个落后 这个贫困不会遭致殴打 然后呢 只有野蛮跋扈 嚣张才会遭到这个群殴 我们年轻的时候 都在中共的所有教科书上说 说从1840年到这个1900年 这个英军英法联军 然后日军法军八国联军 屡屡进入中国 殴打中国 那是因为呢 中国贫穷落后 实际上这是谎言 因为呢 不是因为中国贫穷落后 这些国家才进入中国 而是因为中国嚣张巴护 可以这么说 每一次99%的原因 都是中国在造势 我举一个例子 非常简单 我们知道全世界的街头 都有流浪汉 他们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用贫穷落后 来这个词来形容 但是你在哪里能看到 人们去殴打 那个贫穷落后的这个流浪汉 没有 也许在中国会发生这个事情 因为中国社会的野蛮呢 四强凌弱呢 是跟人类不一样的 至少在美国 你看不到人们去打一个流浪汉 甚至你花钱请人 去打流浪汉 都没人去干 为什么呢 因为谁愿意去招惹一个流浪汉啊 你打流浪汉一拳 可以这么说 流浪汉告上你了 你就完蛋了 你要养他一辈子 你踢流浪汉一脚 那你就完蛋了 你家里的百万豪宅 最后可能被法庭没收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全人类都懂得这个道理 没人去打这个贫穷落后的人 同样也没人去打贫穷落后的国家 我这里面 刚才我举了流浪汉的例子 现在我再举一个 另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就是尼泊尔 尼泊尔的人均国民生产种植呢 始终在全世界是属于道索前三位 那是一个特殊的国家 主要是由于地理环境导致的贫穷落后 因为它是地球上真正处在大山深处的国家 它的地理位置 它的交通状况是全世界最最最艰难崎岖的 它比中国的大梁山还要崎岖 我们很多中国人都知道 这个大梁山的人非常非常贫困 大梁山居住了全世界最贫困的人类 那里面大部分人生活都贫困无比 每天的主食 一天三顿都是土豆或者芋豆 那里的人孩子甚至没有携穿 冬天都要光着脚去上学 那里的这个家里面呢 很多家庭的人跟猪住在一个房间 因为那一头猪呢 就是他们的主要财富 跟这个大梁山这个山区的地理环境 相似的就是尼泊尔 甚至更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呢 地理这个复杂之崎岖呢 我亲身体验过 我曾经三次穿越尼泊尔国土 坐它的这个长途汽车 走它的这个高速公路 它的高速公路这个速度达到什么速度呢 正常情况下每小时只能走20公里左右 你能想象一个高速公路只有20公里的国家 而且那个汽车呢 在不停的在山区绕来绕去绕来绕去 或者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你说这样的国家 当然贫困 资源非常非常的贫乏 就是说呢 所以说尼泊尔从来都是世界上最贫困落后的国家 但是这个地区上没有一个国家去打它 而是恰恰相反 它有时候还来打别人 当年1840年 这个参加作战的 这就有尼泊尔人的一个部队 大英帝国 这个在征服全世界 在这个掌握全世界四分之一领土的过程当中 尼泊尔人起到了重大的贡献 尼泊尔人呢 就是跟着这个英国人呢 在全球范围内作战了一百多年 可以这么说 英军所到之处 都有尼泊尔人军人的身影 所以尼泊尔人呢 作为这个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从来没有挨过打 只有一次呢 英国跟英国打仗 英国触动了两万打军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英军当年攻打中国的时候呢 1840年 一开始就出动了四千军队 就战胜了中国 但是呢 他打尼泊尔的时候 出动了两万大军 尼泊尔只有一万两千人抵抗 双方打了将近两年 不分胜败 后来呢 象征性的和谈了 然后呢 英国人发现了说 你们太难打了 所以说 这个最后呢 尼泊尔呢 转而合作 替英国人打仗 所以说呢 这个贫困的国家 还有刚才流浪汉的故事 都说明了一个 最简单的真理 就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的真理 就是贫困落后 不会导致挨打 只有嚣张巴护 惹是生非 才会导致挨打 所以中国呢 从1840年到1900年挨打呢 全部都是制造的 然后呢 现在呢 中共又开始了 那么一个恶性循环 现在的中国历史 其实呢 最近就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历史呢 用我的眼光来看呢 它几乎就是中国 两千年近代史的 一个高度的一个浓缩版 它也是呢 中国不光是两千年历史的 一个浓缩版 它也是1840年以来 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浓缩版 也就是说 中共用这70年呢 又重走了一圈 1840年到1949年的 这么一个过程 或者 就是那100 将近109年期间 过程 中共用70年 用这个70年时间呢 又给它走了一个循环 你看看 它都是从闭关锁国开始 然后呢 从消 然后呢 假装跟国际社会友好 最后呢 又嚣张巴护 然后呢 最终呢 又遭到痛打 所以说呢 从历史的这个循环角度来看呢 中国正在回到1840年 这个是 几乎是一种 就是铁定的一种命运 好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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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